若望二叔 我长老致书给蒙选的主母和他的子女 就是我在真理内所爱的 不但我一个人 而且也是所有认识真理的人所爱的 这爱的因由 就是那存在我们内 并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真理 愿恩宠仁爱与平安由天主父 即天父之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与爱情内与我们同在 我很喜欢 因为我遇见了你的一些子女 照我们由天父所领受的命令 在真理内生活 主母 我现在请求你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这不是我写给你的一条新命令 而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命令 我们按照他的命令生活 这就是爱 你们应在爱中生活 这就是那命令 正如你们从起初听过的 的确 有许多迷惑人的来到了世界上 他们不承认 耶稣基督是在肉身内降世的 这样的人 就是迷惑人的 就是假基督 你们要谨慎 不要丧失你们劳苦所得的 反要领受圆满的赏报 凡是月归 而不存在基督道理内的 就没有天主 那存在这道理内的 这人有父也有子 若有人来到你们中 不带着这个道理 你们不要接他到家中 也不要向他请安 因为谁若向他请安 就是有份于他的邪恶工作 虽然我还有许多事 要写给你们 但我不愿意用纸用墨 只希望到你们那里去 亲口面谈 好使我们的喜乐 圆满无缺 你那盟选的 姊妹的子女问候你 你那你敢不揭给她 你不愿意用纸用墨 你不愿意用纸用墨